阿飞碟莲网飞碟早餐 我是等待龙来民国113年 2024年5月7日 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了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表定科学人杂志的单元 好那这个单元呢 也是呢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 一年365天 七点钟的时段呢 唯一呢 唯一会开 开视讯的 平常呢因为都都我一个人 我就让大家看着 我才很难过 所以就算了 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来宾呢 会来到现场 而且不开呢就糟蹋了 那在我们在我们现 现场的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同时也是呢台大 我应该到块 科学人杂志总编辑 同时也是台大物理系 及天文所的教授 孙伟勤孙教授欢迎 向上早 我们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所以呢你不只可以听得到呢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看得到 好那呃今天呢 呃这期的科学人杂志的单元呢 开始之前的时候 因为我们我每个月 我会关注的一些的科学事物呢 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呢 可以呢可以请教一下的专专家 在你在你来的前两天的时候呢 刚好是大陆的嫦娥六号 嗯嗯 那嫦娥吧 反正只要是嫦娥系的 你就知道跟跟他的探约工程呢 是有关的 嗯嗯 好那嫦娥六 嫦娥六号呢 这一次的升空回来了 嫦娥六号做了什么 啊对这样子啊 嫦娥一号到五号 嗯 他就大陆有一个战略 嗯 就是大三部跟小三部 嗯 那大三部叫探灯柱 嗯 小三部叫绕落回 嗯 探的就是探月 探月 第二部分是登月 登月 第三部分是柱 柱在那个地方 柱在月球上 但是第一步探的又分成小三部叫绕落回 嗯 绕就去月球那边绕一下 是 像嫦娥一号啊 然后嫦娥二号 落是嫦娥三号跟嫦娥四号 嗯 落下去了以后 嫦娥三号放出小玉兔来 然后嫦娥四号放出玉兔二号来 但唯一不一样的是嫦娥四号落在一个大家都没有去过的月球背面 嗯 但你到了月球背面 因为他一直看不到地球 月球一直用同一面面对地球 对 所以月球背面是看不到地球 但月球背面是一直大家想去的地方 不单是有神秘 而且他没有地球上的光污染跟无线电波污染 嗯 他是最好的对宇宙观测的环境 所以呢 那我们在NASA以前谈了很多就是要去月球背面 结果大陆先一步嫦娥四号落在月球背面以后 那件事情真的对美国人打击很大的 嗯 那嫦娥五号呢 奔月挖土是到月球去 然后呢 上半截挖了土以后放在肚子里面 上半截发射升空 跟轨道枪结合了以后 嗯 把样品转到轨道当肚子里头去 然后再飞回到地球上来 那其他部分就不要了 那上次已经拿回来1.7公斤的东西了 嫦娥六号是要从背面 嗯 拿回东西来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们所做的想法 会按不真的是按不就班 嗯 一步一步一步有序的往前发展 而且他 他所落的地方 所采样的地方呢 刚好是跟美国在月球上探索的时间段里面 嗯 有一些没有探索到的间隔 嗯 比如说过去21到31年之前 这个段落呢 美国所降落的地方 并没有探测到月球地址那个年代的 呃 现况 所以他就找了这些missing links 消失的缓解去做探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还是不错 那尤其是另外一件事情 大陆准备要号召各国成立月球研究实验室 嗯 真的把月球当作科研基地 让各国去参加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但这些大国地缘政治互相骂来骂去 然后吵来吵去 然后互相boycott 杯葛来杯葛去 但是我觉得在科学上总是会有一些 嗯 如果你要让大家科学合作 你就必须要开放自己的技术 开放自己的整个运作的方式 我觉得不是不是好事吗 嗯 对啊 但我我我撇开政治不谈 我纯粹看大陆在做这些的太空计划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很稳 嗯 就很稳就说 他没有那种炫耀性的那种的造劲 然后然后呢 就不断的去 去好像呢 觉得觉得一步一步一步到位式的 好像得到了多大的突破 我发现他不管是在探月 或者是在火星的探测上面 嗯 他他就是暗部就班的 嗯 那每一步的 我我觉得你看到你刚讲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这个这个呢 大三部跟小三部 他就是一直暗部就就班 其其成也都定的很清楚 嗯 好吧 这当然了 后后续的高度呢 值得值得关注 哎 我你你让我问问问个笨问题 因为因为因为你是 没有问题是笨的 只要是问题都是 不 我我我我就是这个问题呢 深埋在我的心里面就非常久 OK 我你要月球 哎 跟地球 嗯 的他的他的自转 嗯 都同步 以至于我们始终只能够看到月球的一面 对 这是在物理天文物理上面的必然吗 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这个叫潮汐锁定 潮汐就是我们在海边看到的潮汐 而潮汐是一种力量 为什么会地球上有潮汐 是因为月球造成的 嗯 月球的潮汐 大家千万不要忍 很多时候有人有 很多人有错误的印象 觉得潮汐是月球的重力 嗯 把水拉起来一块高的地方 错 他不是月球的 我我就这样想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一天只会有一块面对月球的水 是会被拉高的 但是我们知道全球一天24小时 都会有两次涨潮 嗯 也就是面对月球是一次背对月球是一次 原因就是因为月球对地球有潮汐力 这个潮汐力不是重力而是重力差 这两个term就差一个字重力跟重力差 重力是我们熟悉的牛顿告诉我们 万有引力跟距离平方层反比的 重力差是什么 是月球对地球切两半 嗯 离月球比较近的这一边 月球的吸力比较大 那离月球比较远的这个这半边地球呢 月球的引力比较弱 嗯 但是你说两个都朝同一个方向 没有错 他都朝同一个方向 但是力量大小有个差别 对于地球来讲 他自己内心的感觉 就是一个往左右扯的力量 嗯 这个叫潮汐力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摆一串项链 摆在中央 珍珠项链 右手拉着项链 往前面拉 嗯 左手带项链往后面推 可是右手拉的力量 比左手的力量来的大 嗯 结果这个项链就会被越拉越长 嗯 所以这项链中间 他自己本身觉得 如果不管我往哪里运动的话 我就是一个往左右两边拉扯的力量 嗯 所以即使 潮汐力是来自重力 同样方向的重力 大小不同呢 重力差的结果 就是一个左右拉扯的力量 而地球的地壳是硬的 不会改变 嗯 被拉扯的就是地球表面的海水 所以整个地球 看起来是圆的 会突出两个耳朵来 嗯 一个朝月球 一个背向月球 所以我们一天有两次涨潮 那这样子的结果 哎你刚刚那个问题是 是说 调整成 对对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的的情况 很早很早 当月球被从地球撞出来 月球是从地球被撞出来的 撞出来的以后呢 在形成的过程中 大概三千万年之内 形成的过程中呢 月球就不断的被地球的潮汐力 彼此互相影响 那月球把地球把月球 因为地球比较大嘛 他把月球从一个流体慢慢变成固体的过程中调整到它的转动方向一直维持同样一面 这个就叫潮汐锁定了也就是地球用它比较大的质量把月球从一开始慢慢调整以后呢 它就变成次转周期跟公转周期一样 反正在这慢慢转一边转一边自转一边公转永远用同一面面对我们 那你说太阳系别的地方有没有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 这种问题 那其他的卫星呢 其他行星的卫星呢 有好些 最有趣的是谁 明卫一 明王星的第一个卫星 明王星我们现在知道有五个卫星 大概有五个 还有很多小的 那明卫一呢 也叫Karen 你不要以为Karen是个金把碧眼的外国女孩 不是Karen是明王Pluto的船夫 她的随从 这是把那些死去的灵魂百度过来明和 然后送到明王面前受审的Karen Karen跟明王星已经互相调整到潮汐锁定 也就是明王星用这一面面对明卫一 明卫一用这一面面对 两个都是同样的一面 它在转的过程中呢 它的自转等于公转 它的公转就等于明王星的自转 您可以想象我们地球跟月球 因为我们住的时间不够长 时间久了以后 地球跟月球互相调整到 互相潮汐锁定 到了那一天以后 住在地球跟月球上的人都极端无聊了 现在月球上的人很无聊 因为他住在月球正面 每天看着地球 住在月球背面 每天看不到地球 他要看地球 还得要出国绕到这边来 那然后呢 很多年以后呢 等到月球把地球也调整成了潮汐锁定了 地球就一直用同一面面对月球 也就是地球自转一圈 就是一个月 就是月球转一圈 但那个时候 其实月球已经远到一定程度 月球被我们越推越远啊 那个实际上呢 我们会知道 那一天地球上的一天 到那时候就是55天 也就是地球的一天变成55天 地球的一个月也是55天 月亮绕一圈是55天 所以呢 到那时候 月亮跟地球 一直用同一面面对彼此 然后绕一圈 都是55天 孝孟雄 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听着蛮无聊的 蛮无聊的 那那天离距离现在还多远 那还蛮久的 几亿年吧 好 所以我们合理的说 古人所看到的月亮比较大 对对对 古人看到的月亮比我们现在大 对我们听很夸张的说法 就是在11年以前呢 月亮不是跟今天地球的距离 38万5000公里 而是18000公里 近了22倍 这么近吗 22倍近 就天上就是22倍大 所以11年以前 如果有人的话 你想那过中秋节是多快乐的 多快乐啊 22倍大的满月高挂天空 但是不是高挂 我们文学上讲 月处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 可是克普勒定律告诉我们 月亮离得越近 转得越快 今天月亮绕地球一圈是一个月 11年以前呢 绕地球一圈6个小时 简直是在飞奔啊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 如果有人的话 他们过中秋节是很紧张的 你知道好不容易烤了一块肉 还没摆 摆着火 就看到一个22倍大的满月 从东方地平线上 不是冉冉升起 是高速射出来的 瞬间划过夜空 中间就结束了 所以那个时候 月球是以非常非常近的距离 高速绕地球旋转 但也因为潮汐力的关系 月球让地球产生了潮汐 而这些潮汐呢 是多出来的海水 在月球的前方 产生一个吸引力 一个多的重力啊 让地球 月球的速度越来越快 地球的潮汐在加速月球 也就是因为月球被加速了 下一圈就进入更高的轨道 每一年还好多三公分 但时间一长 几亿年下来的月球都到了 今年385千公里的地方 还是会越来越远 但是在此同时 牛顿定律告诉我们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地球把月球推远了 月球让地球转慢了 当年地球转移圈可能要五个多小时 比现在24小时快多了 学生上阁下阁好快 对 但是现在地球转的慢了24小时 所以这个地球越来越慢 跟月亮越来越远的 这个趋势是持续发生的 等到有一天地球转移圈要55天 月亮绕一圈要55天 月亮也很远了 那个时候呢 月球跟地球就会互相潮汐锁定 来到了我们觉得最无聊的日子 我希望这样解答的你心中回答 这个问题 你要注意听的话 你就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但因为他买到我心里面很久 我想说怎么会是这样的 就是他必然就是这样 好吧 刚刚呢 孙伟心讲的呢 我假装我已经懂了 大概就那个意思了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月亮 如果说 如果几亿年年前就有人类的话 那个时候人类所所看到的 月球会比现在大很多 然后绕着地球速度会快很多 所以你基本上面就不可能像 我们现在对月球呢 充满一些浪漫的想象象 那个是来不及想象的 不过像我要再加句 学天文的人知道这个趋势 过去几亿年月亮离我们很近 也就是说月亮离我们越近 它潮地就越大 我们刚讲重力是跟距离平方程反比 而重力差的潮汐力 是跟距离三次方程反比 所以他只要距离接近了 他他产生变化的速度远超过重力 接近产生变化的速度 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会知道过去几亿年里面 地球上的生命受到接近月亮的高 高强度的潮汐影响会非常强烈的 但我似乎没有看到生命科学家 把这一点放进他们的 早期研究的范畴 那在考古上面也应该会反映出什么 应该你会看到潮汐不一样 今天我们知道 无论像我们在墾丁 在恒春半岛的珊瑚 产卵 三四月满月的时候产卵 到七八月的时候 路线爬出森林 爬到海边去产卵 这些过程都是在满月的时候发生的 但你想当年的满月 如果他一个月的周期不一样的话 那类似类似 类似 你这是明包物语 悲天闽人 那残卵数速度要多快 好吧 在我们在我们现场的 孙维新教授 那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也是台大物理系及天文所的教授 我刚问的问题 我是真的放在我心里放开 我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月球一直都同一面面对的地球 为什么看不到背面 背面充满了想象跟神秘感 所有的外星人都会躲在地球的背面 他们有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可是为什么 他是天文物理上面的必然吗 好吧 刚孙维新的教授的解释 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 我刚刚说说的笨问题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只是你可能没有像我一样 有机会问而已 两句话 第一句话 这些潮汐锁定 在太阳系的天体 行星跟卫星中常常发生 他并不少见 第二句话 所以现在月球背面 已经被嫦娥4号破坏神秘感 他们去过 嫦娥6号也是 没有没有错 好现在大家就等着 如果我们健康照顾的还不错的话呢 我们都还有机会看到人类在月球上面重新恢复活动的那一天 估计大概就就就是那未来十年之内 OK 然后回到了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的cover story 来我们先从 我先从先从先从 先从这个总编辑的话谈起好了 你的那种的话你们谈到 当银河系呢 吞食了射手座 不知了 心体当当中的吞吞噬 不就是每一刻都在发生的事吗 这是这个题目其实讲的是一个错误的科普传播最明显的例子 这样子好多年以前有一天联合报的记者我们李兄打电话给我说晚报那时候还有晚报 对联合晚报总是晚报上面写的一个大新闻是银河系吞噬了射手座 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黄到十二宫里面 天蝎射手什么天秤都很重要啊 那射手座被吞噬了怎么办 然后他就访问占星学家 占星学家就不慌不忙的说了 没有关系 旁边有个星座蛇腹座等了很久了 被吞噬蛇腹座补进来又回到了十二个星座 我一看我就知道它是一个错误报道 为什么呢 它不是吞噬射手座 它是吞噬银河系是吞噬旁边一个小星系 而那个小星系在我们的夜空 因为刚好在射手座附近 所以那小星系被天空学大的名字 就叫做射手座矮椭圆星系 它比较小 所以是个矮的矮 矮星的矮 然后呢椭圆星系 那所以天空学家也懒得说这么长的名字 简单就把它叫射手座 所以呢媒体一看到说 银河系吞噬了射手座 就以为是黄道十二宫 可是向宏雄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是不是都清楚 我们在夜空所看到的黄道十二宫 甚至我们晚上走出去 晴朗的晚上 我们最多肉眼能看到九千多颗恒星 那些只不过是在我们周遭 几千光年范围之内的邻居 这是我们地球上肉眼看得到的东西 所有黄道十二宫星星 都是我们附近几百光年 最多几千光年之内的亮点 我们整个银河系十万光年 包含两三千亿颗恒星 这几千颗我们看到九千颗恒星 只是这两三千亿颗恒星里面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小的集合 所以根本不要吞噬啊 这些星就在银河系里面 我们只是因为从地球上看出去 觉得这几个星看起来像石子 那几个星看起来像天平 这样的概念 其实都是我们太阳附近的一些小行星就是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科普传播 我特别把这个讲出来 但实际上这期里面有篇文章 讲的就是星系之间 彼此会撞来撞去 互相吃互相撞 那我们银河也常常在吃掉附近 没头没脑撞过来的小星系 就讲这件事情 桂系争乱 就从研究银河系的星星分布 发现了我们银河系 过去曾经有过非常慌乱的历史 因为他把很多撞过来的星系都吃掉了 你去计算这些星星的运动 发觉他根本跟我们原来系 原来银河系正确而有规律的运行方向不对 那就是当年吃掉了以后被拉扯出来的奇怪的运动 一些那些狠行啊 是这样子只要讲桂系争乱 我觉得这是我们编辑部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是跟我开了个玩笑 上一期我们写的总编辑话写的是日食 我就跟各位讲说日食是太阳系办的活动 比我们物理系办要精彩太多 所以今天他就讲银河系很乱 好 桂系争乱是学校里面常常开玩笑的话 好吧 来我们回到呢 回到呢这一起的科学人杂志的cover story 谈到的就是呢 AI的大脑呢 跟机械的身躯 这两者之间的完美的组合很困难吗 很困难 相当我这样讲好了 现在从去年开始 我们讲AI元年吧 一直到今年 很多人都在使用ChatGPT 或者是4啊 或者4.5什么的 他可以给你一些貌似有智慧的回答 那你今天问他的 说我今天刚从外头运动回来了 我口渴 然后那我想解决口渴的问题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ChatGPT就很简单告诉你说 冰箱里头有水或者有可乐 或者有什么玩意儿 拿出来你喝一喝 增加点水分跟运动饮料的盐分就可以了 他可以给你这么智慧的回答 那你能够说你帮我去拿吗 所以他给你的答案还是要你自己去拿 但人们现在想的是偷懒进一步 偷懒2.0怎么样 你有了答案以后 你帮我去解决问题 那现在的ChatGPT就缺乏一个身躯 可以执行指定的身躯 而我们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看到所谓的Boston机械狗啊 各种各样机器人跑出来了 他们就缺乏一个聪明的脑子 所以有人就想说 你把这ChatGPT足够聪明的内容 有了貌似智慧的东西 结合了这些有趣的机械化的装置 可以帮你拿可乐啊 开罐子啊 帮你做一些打扫清洁的杂事什么的 能不能结合在一块以后 变成生活上面的一个机器人好帮手 你觉得呢 AI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件事情 他绝对有 为什么 其实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把AI当做新的神一样 新宗教 其实AI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 ChatGPT 你给他的一个问题 他把这个问题转成了数学符号 他用数学符号去找这些字的关联性 等到找到这数学符号的关联性以后 去他那些所有训练的知识库 找无论他训练知识库是对的 是错的 是笨拙的 是聪明的 找到相关东西以后呢 他想慢慢活来以后 貌似人类的语法 把它重新结合在一起 希望你喜欢 会来告诉你答案 所以他的答案可以上天下地 无所不包 非常看起来非常具有智慧的 可是 谁要去执行这个命令 今天我们想的就是 ChatGPT可以给你答案 但这个答案要执行 还是你自己去 那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呢 你让机械狗 听了ChatGPT的话 他自己会跑到那边开冰箱 拿出一罐能够解你渴的饮料 过来给你 那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ChatGPT想出来所做的事情 第二个到目前为止 仍然属于笨拙的 这些机械人或者机械狗 能不能准确的做到 ChatGPT给他各种各样可能性的变化 一些无法预测的变化 机械狗 机械人 能不能做得到 答案是不行 到现在还是不行 而且他缺乏去判断 突发状况的能力 所以万一你说 你可以让机械人说 今天帮我做晚餐了 我的三大姑四大姨 要来家里吃饭 一个吃素食 那另外一个是要少油少盐 这个人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是那个小朋友 受过训练 他都可以按照这样的规划 那谁我的哥哥刚运动 回来很饿啊 然后我的谁我的妹妹不喜欢吃肉 他可以去做这些复杂的调配 ChatGP也可以帮你分析你的家族史 决定谁该吃什么 但是那个负责去执行的机械人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万一他在做的过程中 奶油掉到地上打翻了 或者是盐罐子撒了 他要怎么样去替代 所以我们以为人生活是很简单 其实人在生活中 所累积到的这些相关的处理 非预期状况 突发状况的能力 是很不得了的 你可以做新的判断做新的决定 但是的机器人他就会要傻到 一定要听ChatGP的回答 就傻到他只有这些选择 所以就是目前碰到的状况 我觉得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我们今天的冰箱跟厨房 都是为人而设计而不是为AI设计的 如果你让AI以及他简单的一些的机械的运作 那个冰箱的储存运用的方式是为他设计的 我认为他他他他就可以做啊 我觉得香楼兄好厉害 我们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啊 香楼兄所做的讲法其实真正是 即使到了太空科技 您刚刚讲这个方法都是现在最新的理念 也就是我们在太空科技 我们做了很多卫星做观测啊什么的 以前用紫外线观测红外线观测 尤其是红外线观测 它最重要的关键瓶颈 就是它上面的冷却机 那这个冷却机是会挥发会被用掉的 因为你是冷却 就是要冷却那些发热的部件 电脑啊或者是chip什么的 但你被冷却机一旦用完了 整个卫星都是好的 你的相机你的望远镜都是高级的不得了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了冷却机 那不就完蛋了 那你会怎么想 我送一艘补给船上去 给它加冷却机就好了 那这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要做观测的望远镜这颗卫星 要做成标准化的模组 送上去的补给船 要做成标准化的模组 固定油脚踩在什么地方 固定它的油管 它的冷却机的管子出来 要摆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加了 每个卫星做成同样的模组化了以后 这些卫星呢可以在轨道里面重新加冷却机 恢复第二春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对 所以你会喜欢未来的厨房的样子吧 那是因为我们 我们都很想在厨房里面当大王啊 那是我们认为那个厨房 那个百万厨具 你现在买房你就知道了 最贵的都在厨房里面 虽然现代人买了百万厨具之后 你很少待在厨房里面 大部分的那些设备很先进 你也没有用到 那是你这些东西都是为你准备的 可是如果你能够像是电视机 或是电脑一样 你越来越倾向于为机器人 为AI去设计 厨房里面它为什么不可以呢 它如果可以帮你洗衣服 可以帮你做一些呢 即是简单的清洁工作 那是因为你的空间的布置 已经在为了考虑 就像扫地的机器人一样啊 向罗兄听起来你是喜欢做菜的人 我还喜欢做厨房 对 如果未来的冰箱 他为了为这个厨师机器人准备 我同意啊 他自己可以把青菜 胡萝卜白萝卜 或者是香菇摆在一块 不单是数量会告诉机器人 而且他的品质 他自己会随时监控 机器人会知道什么时候更新 什么时候换新的菜了 他自己会出去不需要你买菜了 对 他自己打个电话 他的机器人朋友会帮你买菜回来 送了以后 直接从外面就进到你的冰箱 不需要你开门了 外面进到冰箱上 机器人到冰箱拿了以后 直接帮你炒菜 大火爆炒 我说的就是 你将来就就是 就是一份的食谱 给了AI 告诉他说 我经常做这个菜 然后里面的什么什么的比例 把顺顺序告诉他 现在听起来觉得 那个很麻烦 不如我自己来吧 其实他跟我们在教育孩子都一样 我自己来吧 要教会我孩子 不如我自己比较快一点 可是你在教AI的过程 不就这样吗 相当中 自己来跟教孩子是一回事 你要教别人懂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 知识化模组化的学习是很好 但你有没有想 我想您知道的 自己做菜是一种 Enjoy 对啊 我知道啊 就像天文一样 我前两天演讲的时候 也跟我们的高中生大学生讲 现在天文的科技 科技如此发达 以至于我们天文观测 多了进步 少了乐趣 我们当年 在当研究生的时候 哎你知道千辛万苦 写的个观测 proposal 申请到智利 到澳洲 到南非去 做观测 然后你得到了approval 你就可以监观万里 长途跋涉 飞到天文台 在星空底下 把望远星锁定在目标上 以后走出天文台 在星空底下 让星光把你自由的晒黑 然后看到群山万火 你体会到自然的感觉 现在不是啦 现在你要做观测 你申请的时间 可以 时间给了你 你不用去 为什么 大望远镜根本就不让你碰 它有专业的人去做操作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 你今天一个晚上 从晚上六点钟天黑 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十二个小时里面 哎 你要观测的目标 只在上半夜 他下半夜时间给别人了 对 所以到时候你也不用去 时间到了以后 你的观测结束以后 他自然会把你的data 处理完以后 送过来给你 电脑上出现data了 向龙兄 你觉得天文观测 没有了星空底下的漫步 那叫天文观测吗 你身为心 就就是太自我 太人类了吗 那那那跟我们今天 今天科学人杂在讨论的AI 那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AI本身就没有你说的 那个情感跟浪漫的倾向啊 那么对 所以说他也不会他也他也不会给你那种在厨房里面 轻轻空空 然后呢觉得这道菜是我做做出来给我最心爱的家人吃的那种的快快感 以后的以后的感情面当然就变得比较淡 但纯粹从技术面上面来来讲 AI能不能去做那件刚听起来觉得很困难你到冰箱里面帮我倒个水 然后我要玩柠檬水然后然后呢希望的加加点可乐或是什么你会觉得叫AI做电视他没有办法 那是因为你的冰箱的设计是为你设计的不是为AI设计的有一天为机器人因为你家里有的机器人 所以呢机器人在帮你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冰箱就不是你用的将来是他来放东西他来就决定什么东西以及每个他拿到的东西他方便用他的机械手臂呢去帮你做处理 到那一刻的时候AI就可以帮你做更多事了 那今天星期二的时间科学人杂志的单元科学人杂志是长时间从他创刊之后呢就在那飞碟早餐的表定的单元里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起漏掉的科学人杂志是我一直强烈推荐到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没有目的性的阅读 我我每次我偶尔打捷运的时候我我在我在捷运上面已经完全看不到书了没有人在的在拿书没有人在在做就是要不然就打打瞌睡要不然的发呆要不然就是拿手机你会看到在看东西的一定都在看手机我对看手机并没有什么偏偏见如果你如果你看但是因为手机当中的一些的讯息他在五花八门的讯息呢送到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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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里面的时候 他很难让你的focus在一些没有目的性但是又有知识性的阅读上面这个呢是现在的手机我不是排斥手机我认为人类对于3C产品的靠近已经是必然的他确实也解决了你很多的问题可是在在提供你的一些的阅读内容当中的知识性系统性但是又不必然有目的性的让你的在把阅读仍然当做一件 就像刚的身为心强调的那种的带着某种属于人性的浪漫的我我不知道我读完这东西我会得到什么的那种的快乐感感觉我今天做天文观测的时候我可能花了一整个晚上我也不知道我呢我能得到什么这个我看很久我啥也没没有可是我就愿意看因为我总而觉得我搞不好会会会看到了什么那种的很微妙的感觉好吧那这一在这一期的就是AI里面他讨论了一点就是我们看讲另外一句 刚向上讲到这个天文啊我其实想起来我们以前在做观测当我还是博士生的时候跟我博士指导老师去啊坐在那里面做观测然后他就我们就突然讨论到一个可能性电脑越来越聪明了以后会不会有一天电脑看到我们要观测类型体要找黑洞电脑说我帮你找你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跟你讲说哎主人啊昨天晚上我已经帮你观测了十个天体 就十个天体里面有哪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我已经把它写成一篇论文了你要不要发表这不是很很正常的情况吗对啊但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有一天如果这个样子那人类到底的角色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只是你的功能就只是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让他能够去处理那重点是说GPT如果他我们讲的AI到后来是AGI 就是充满了智慧我们貌似智慧的人工智慧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所提供给我们的答案给我们的指示instructions到底呢我们现在有的比较原始的机器人机器构能不能相对应的去做所以我们刚讲那边问题那边文章的问题其实在这个就是你的智慧无比发展出去以后他所给出来这些指令到底我们现在人工设计出来的这些 实物的实物的实体的机器人能不能有效的执行那目前为止答案还是No还是不行那再回到刚刚香隆兄刚刚讲的神域到底我们用AI来把圣经可兰经印度教的跟孔夫子跟你对谈甚至是阿波罗祭司Delphi跟你所做的神域这些东西呢放在网络上用ChatGPT去了解了以后你有任何对宗教的问题你问他他会给你答案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问题当然有可能听起来好像一开始是很好的教学其实这篇文章开始呢就讲是有20岁的印度的回教学生不只有可能就很有可能对对对他他是把回教的可兰经跟ChatGPT结合在一起然后ChatGPT读过了可兰经了以后呢他把每一段记下来了有人对可兰经有问题你就提给他一个问题说 哎我碰到这个状况了请问可兰经我要怎么样解决嗯他把这个做好了以后开放了上网以后他就去睡觉了七个小时以后起床嗯发现他的那个软体已经当掉了 因为大量的问题用起来每个人都要问问题然后有些人给他很多证评人给他复评然后整个那就疯狂了当你开始牵涉到宗教的东西如果你开始一方面只是很善良的好意嗯我希望没有人有有这么短时间之内能够看完旧约跟新约所有的能力嗯那我干脆把旧约跟新约输入到ChatGPT里面对 然后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问他对听起来好像很好帮助你认识一个宗教帮助你学习里面智慧的话语嗯这是为什么到现在无论这样你说像印度教嗯你像佛教你还有跟孔夫子的对话儒教儒士道甚至我们刚刚看到回教什么的都比如说比如说我第一个想要是易经 易经不牵涉到宗教上对的他他不牵涉到宗教可是他也牵涉到解读的问题啊哦对解读是一回事你就给你的instruction但是你说像印度教他里面讲阿中纳跟黑天他们参与一个巨路之战那那个例子会被印度教某些软件拿来解释说你上战上阵打仗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底下杀的人是合法就是你开始会发觉如果有些人假借这些神域嗯给你一些 不同的instruction而你你只是单纯的去使用这些解释圣经解释宗教书籍的软体那你会不会无形中受到影响其实很大我就讲个简单的问题吧你如果说问了基督教说男生跟女生要怎么样相处如果他找到的是哥林多前书跟你讲爱是恒就忍耐又有恩赐嗯这个很好如果他给你找的是说哦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都得听男人的那现在就正直也很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搞不好很多人会觉得很好对你你的软体怎么设计他有这样的问题给你的话那就变成设计者决定了你会看到什么内容了解吧所以这就是很很大的问题了对啊可是虽然我们我们可以预知到如果有AI去帮你读经然后帮你解解释经典甚至于因为许多人会宗教信仰嗯 很大部分原因是困惑嘛嗯以及生活当中遭遇到困难嗯就是就是开开始有虚无感觉所以他其实非常需要的是解惑嗯那神职人员或者是经典他就扮演那个解惑的翻译机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是AI来扮演这个翻译机的角色但他不见得会比神神职人员表现的更差未必嗯嗯但是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们真的能够预防到这种AI的这种 的解读所可能产生把人带进了本来正信宗教变成是一个邪教有没有可能可以香罗兄这样讲了以后我可以想象一个很有趣的画面以后在静庙拜拜的时候除了有那个解签的吗机器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去抽个竹签然后抓就拜拜啊你也可以另外一个按一个AI嗯然后让AI告诉你现在面对的困扰让他从这个宗教的呃经典里面嗯帮你找答案但是对于人来讲 这两个东西的过程的过程恐怕也差不了太多嗯不他在 他在实际的就是说宗教的 行为上面来讲嗯AI的介介入 他其实已经已经已经发生了不是 不像我说问题是说你带设计者你把AI跟宗教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中 你设计者还是要给出去你自己认为该怎么样做的那个 演算法嗯而这个演算法就会决定使用你软体的人得到什么答案对 嗯所以你到最后你还是在跟人对话对你不是在跟神对话嗯 我觉得听听听起来蛮焦虑的哈哈哈哈就是不但没有没有解惑的效果听起来蛮焦虑对但是像你会不会觉得一种可怕的事情就是在网络上我们都会相信科学验证的证据这是为什么所有网络上卖药的都说是科学实验结果啊 如果你现在网络上看到说你按个牛然后他出来一个签筒啊你签摇摇摇签出来你觉得这是乱搞的那你按个牛他说AI告诉你说你的问题答案是什么你会不会比较容易相信他嗯会啊会对啊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本有有有有本书叫做圣经预言嗯那本圣经预言就是告诉你他把圣经的全部输入电脑之后按照他的他的边边排然后呢用各种方式发现的圣经已经预 已经告诉你接下去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嗯那包括呢核的核战争啦美国会发动什么战争啊都在那个圣经里面你知道在当时那本书全球热卖嗯大家都深信不疑嗯但是当热潮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信那些东西嗯可是AI的时代呢终究终究不一样嗯将来很可能发现AI是真正的神 就最后大家相信的是AI而而不是我们原来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的神好吧这这些呢其实都都是到了一个一个AI的人工智慧的时代你终究知道他终究是人工智慧嗯因此人在里面仍然是个关键的角色对他所有的给你的答案都还是在一个超级大的数据里面的去训练出来的所以你给他的是对的他可能是对你给他的是错的他可能就就就就 就就是错但他也不知道错对我加句话相当熊就是设计者扮演很重要的演算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有一天出来一个状况说这个AI的机器嗯无论GPTA或者什么也好他出来的答案是无法预测超越控制嗯那个时候你会认为他是智慧吧对了就是到到那个时候就就是我们真的怕的怕的时候就有有一天机身高告诉你说不要来烦我你大概就就好就很害怕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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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内内客什么时候会到不知道我我我只知道自从了阿发购下棋赢了之后呢我就再也不下围我我就对人类来讲其实挫折感是因为你发现你以为你很聪明可是电脑的谁随便都都都都都都赢你啊最厉害人也下不赢他所以以后的许多的比赛呢一定会会会归为就是AI组啊跟跟跟自然人组的原始人组对对对对就原原神原神你下下开心吧但你要知道你永远 这一点的不会是AI组的对对手你不会觉得很沮丧吗我们在自己创造沮丧好今天呢感谢在星期二的时间科学人杂志的单元为大家导读的最新一期的科学人的那台大台大的物理系及天文所的教授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孙伟欣孙伟欣孙伟教授感谢 就爱点你UFO